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悲剧还没有降脸是吗 我的女儿已经快当妈了 我希望她 为婚快当妈了 那么这么那点菜甜已经给猪拱了 那是我的心里的希望 我每天都跟她讲 你什么时候当妈 什么时候当妈 那你就升级了 对我就希望抱着小孩 跟嘉辉有多少年没在一起做节目了 你见也没见了 香港好小 我们十年没见了 见就要见 有的时候 没有见过你 团团转的在有些地方会碰到 没有碰到你都躲开 哪有见到 你碰到我就躲开 因为她太亮了 碰到永远是中心 这是那个导演杨凡说的 导演杨凡说香港 他的朋友们都不喜欢聚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每个朋友都希望当话题的中心 自己发话 每个人注意 所以她有个杨凡时间 对不对 杨凡时间把人聚起来了 所以每个朋友 比方说朋友聚会 她看到一定不开心的 因为每个朋友 通常聚会总只有一个中心 李崇恩画幽默 他们这种是太过拘谨借地了 是这样 你们两位当年都是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 是吗 对啊 不是我们都做报纸的 你刚才说你感谢他什么 我感谢他 他感谢你什么 你感谢人家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我先说我感谢他什么 没有 我是晚过那么一年 李崇恩老兄是那个 他是第一代的八卦周刊的老大 是吗 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对 我是狗仔队的源头 对狗仔队的主师爷 你别看他很 现在给人家源头减废了吗 不是 别看他非常正经的样子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出道走 看他的边的那个周刊长大的 所有的八卦风云 他就说我老 对对 没有出道走 所有的那个女生的走光 什么我们看他讲大了 但是咱们都有咱们这个湘江岁月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可以谈谈香港了 最近我发现这个香港啊 在这个舆论圈里 在这个中国人民的舆论圈里 渐渐被边缘化 慢慢冷落起来了 过去我记得你看凤凰卫视在香港啊 香港是一个报道新闻 很权重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从我们这就能看得出来 大家就会有一会儿 尤其是内地的这个朋友 就会觉得香港啊 哎就小case了 跟我们大陆这个如火如荼的这个主流啊 好像有这么个 实在不同了 感觉 但是呢 我还是很怀旧 所以还是要讲讲香港的新闻 最近香港还有什么新闻吗 梁振英 也是咱们强强三人行的嘉宾 是吧 对 来过来过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这不但攀机 联合国秘书长攀机文 接我的班的吗 是吧 小攀 不是潘的密 对吧 在我这椅子上接班啊 然后梁振英特首 他们那天讲 强强三人行这个节目18年 我跟你说 不能小看 上过这个节目的都发达了 没上这个节目的都惨了 后一句不存在啊 上过这个节目的都发达了 他那时候还不是特首 很多人 我就不一一列举 就说 你 我就说梁振英当年没当上特首的时候 哎 自己走着 就来这 我们这做两集节目 竞选 要竞选 结果没多久 哎 像我 这18年里 类似这样的事情啊 呃 发生在咱们节目里很多 就 造王者啊 还是啊 对 就是我们好像专门制造那种成功者 嗯 一个失败的节目 制造出了很多成功人士 哈哈哈哈 我就是说 我看咱们的嘉宾梁振英 嗯 领着六个局长 去做秀去 嗯 能叫做秀吗 也是做秀吗 如果这个做秀的话 这秀就很难听啊 就叫垃圾秀啊 嗯 你看看 你看他在干什么 因为这个又跟这个 他捡垃圾 说在这个香港啊 最近这几天出现了大批海滩上的垃圾 嗯 然后呢 梁振英就领着 这几个局长 你看简 然后就有些报道就讲了 说这个垃圾的很多包装盒上都是简体字的啊 说是很多呢 是从内地飘过来的这个垃圾 哦 这梁振英证实了 他说因为最近这个 有于风向和那个暴雨的关系 从从大陆这方面流过来的 哎 然后呢 梁振英说的啊 然后呢 这个梁振英说的 然后我跟你说说 我们内地网友怎么说的啊 你看内地网友就是说 真是一篇毫不要脸的新闻 香港 因为什么 就是这个 那暴雨导致内地垃圾 漂到香港海滩就比较合适 怎么能叫大量内地垃圾 冲上香港海滩呢 内地垃圾 如果真冲上香港海滩 1%就能把你们香港埋了 这倒也是啊 对 而这随洪水漂去的 又怎么能撑大量呢 然后说这是毫不要脸的新闻 香港就把几个大垃圾厂 就建在我们深圳的边上 这怎么说 总是燃烧垃圾 烟都往我们深圳这边飘 香港才是最坏的那个 成不道德 然后 还有一个内地网友说 香港人真是小题大做 我们一直乱扔垃圾的 你们难道还没适应吗 然后 怎么说塑料盒子上面还打字 你们怎么知道是内地飘过去的 奇怪了那大陆这边海边的垃圾 也是从香港飘过来的吗 那是返几次的 是吧 内地的网友也有那个反弹的地方 就说什么都怪我们 所以没有办法做对一件事 没有办法讲对一句话 你说的是啊 有的时候这个内地的这个网友 我觉得我也看到他们这个意见 就是这个香港人 现在怎么回归之后成了个怨妇呢 什么都怨我们 什么都怨 什么都是内地的这个来的 这个你们环境乱了 内地游客多了 内地游客多了 你也不高兴 内地游客少了 你也不高兴 那怎么怎么买奶粉 你也不高兴 不买奶粉 你也不高兴 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我们要这样看 香港人这些意见啊 先不管对错 许多这些意见 不仅是香港独特的意见 内地的居民啊 就等于我们香港 可以对全世界的事情 发表意见嘛 也有这种对于买奶粉 不买奶粉的意见 可是不管什么意见 当他觉得你是香港人 讲出来的时候就觉得 你一定别有用心 挖苦什么 然后我也经常跟朋友说嘛 我讲一些话 因为我马家会讲 香港人讲的 瞧不起挖苦 港仔什么 假如是我内地的 比方说媒体界也好 学术界的老师讲的话 哇不得了 就是学术 知识分子啊 有良心啊 有批判力 有反省啊 了不起 我敬拜你 这种身份的判定 不是 所以现在你已经不是意见了 现在是偏见 嗯 现在所有的那些 这个矛盾 那个矛盾 不是有意的 但是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偏见 没有 成人你说偏见 好像是说我讲出来是偏见 是说在这种关系上面 不是 认为你在讲偏见的人 本身就是已经有一种偏见 没错 就是说 在不信任的情况下 非常容易把意见 听成偏见 对 他觉得你这个意见是偏见 那这样就矛盾啊 加深越来越深 然后加上你的身份 对吧 大家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立场 但是就是要是有心听的话 什么意见不是偏见 对啊 就是根本啊 语言 就是一个啊 不完善的一种工具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说 非我足类 七心必义啊 我要是烦你这人 哎 你见过辩论比赛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语言说出来的都是可以反驳的 都是可以驳倒的 对吗 那我 那如果变成我心里就烦你这号人 不是 但是你说什么 但是你辩论比赛这个反方跟正方 他们是有一个用意的 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思考要全面 就是我让你做反方 你就是认为不对的 你也要反方反下去 你做正方的 你就一定要做正方 但现在不是这样吧 现在是反方就是反方 正方就是正方 已经没有一个中间的那种思考的余地 讲如这样文涛这样说很有意思啊 因为辩论除了意见以外 要讲立场 你是什么立场 你是反方 你就要反嘛 一定要反 你是正方 立场 可是现实的生活 或者公共议题的讨论 不是辩论 那是讨论 讨论的意思是说 我的立场 所有人的立场应该是一样的 追求真实的东西 追求真理 追求公义 公道公平 这是大家的立场 在这个以外呢 我们就不一定要守着什么角度 反正对的事实 我们要讨论 可是现在的可怕是现实生活里面讨论 变成了辩论 我的立场是这样 不管你讲什么 我一定要反对 逢斗 逼反 你叫逢马 逼反 而且是我不能输 他一定坚持自己的立场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香港真是最近啊 乌漏偏风连夜雨 遭雷批 你看见没有 你还幸灾乐祸呀 是不是 他就是我爱香港啊 拉乌香港 我怎么幸灾乐祸呢 我特别爱香港 真的 这是我跟我的内地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 很不同的 我的很多北京的朋友啊 没法忍受香港的 就是在香港待的时间长点 就觉得烦了 一点不喜欢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觉得我对香港 你待得下来 我不但待得下来 我就喜欢 长待 就是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香港呢 其实跟香港人也没有什么朋友 或者说 但是我就很喜欢 来久了 我觉得时间是个关键 来久了 就算没有跟本地人交往太深 那个感情会进去 你对一个地方也会有感情的吗 不是感情 你知道 方便 对 我在北京连门都不出 因为浪费生命 你就是出一趟 一天只能办一件事 你说我在香港 也不用开车 对吧 我一天能办八件事 他这个香港就像一个快速的一个输送带一样 你找政府部门 对吧 排队 没有说超过半个小时 而且呢 拿了你都准确的知道 你比如说 我甚至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我在手机上啊 我在港岛 在金钟 我怕我订了原方的电影票 就是对就要过海的 到了尖 尖沙嘴这边 我订了这 二十分钟之后的电影票 我在这办完了事 从隔阂海 从港岛出发 竟然 赶到开场 赶到开场 就是他就可以 一个城市 可以把你弄到这么样的准确 是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 可以计算 可以预估 而且还是因为你就是一天办八件事 在办设过程里面 还有大地铁 还是会有感情的 我们视觉的接收 你的朋友们 坦白讲 德文涛的朋友们 非富则贵 来到这里 通常住路两个地方 尖沙嘴跟香港 不是尖沙嘴 海港城 海港城不去的 在中产 三顶 住在三顶嘛 豪宅 然后尖沙嘴 可能去半岛酒店 嗨地谈个事情 然后香港机场 这三个点 他怎么可能喜欢香港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而且从任何一种 我觉得我老是这么讲 就不要小看香港 从这个文化意义上讲 不得了的 就是你说 尽管说香港电影 现在衰落了 但是这个灿弱群星 香港的男明星 拿出来 我就说跟大陆 出涌现的体量上 不能比 对吧 最近有部戏 就很厉害了 三天收了三亿 是吧 还占二吗 包括你看 咱们就不用说了 香港的电影史 英雄本色 香港出现的这些大导演 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能够跟你大陆 等量 有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力 到延续到今天 就包括我那天 我就说 我看一个香港的 就是你不要因为语言 瞧不起别人 我那天看 这大陆 玩什么脱口秀 我那天偶然 看了一个黄梓华的 非常棒 黄梓华的是好 对 黄梓华的脱口秀 我认为大陆没有超过他的 就因为他结合了这种很多其他的表演 只不过是因为人家是广州化 你不接受 对吧 你 但黄梓华是个知识分子 他读哲学出生的 所以在 你看他 就是貌似很市井 但他中间都有很多哲理在里边 所以你听的东西就很深 所以说我说不要随便小看这个边陲之地的一些什么港仔啊 什么香港文化 我当年在广州我的一个老师就跟我讲 说李小龙 李小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页啊 你能不承认吗 对吧 这都是香港文化孕语出来的 对吗 那个当然是像黄梓华啊 除了他读哲学什么的 那可是内地做脱口秀啊 还有博系级的啊 我碰到一些清华大学的教授 博系级啊 叫平常还喜欢玩脱口秀什么 让黄梓华那么长期有魅力 因为坦白讲 你做一场一次两次 能够成功 不奇怪 就像我们写作 可是我们能够长期写十年 二十年的专栏 其实里面一些 王子华有二十年了 一定有一些秘诀 他秘诀是什么 这是香港整个环境 让他敢抓那个议题去说 敢说 那个一说了 这重 一说了 那个议题 加上什么读哲学 他的表演艺术 还有广东话的放肆 完全不避俗的 该骂脏话的是骂脏话 该讲黄 开黄枪的开黄枪 比我们还黄的 还接着动作 我们以后要学一下 这也是我的绝技 当年三人行从这起家的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才能亮黄指华 然后不仅成功 是长期的成功 我觉得放肆 对 但是你就讲了二十年 就是专业 我就觉得香港人特爱讲专业 当然香港人的弱点 目前表现出来的 也是因为把专业当教条了 使得他呀 不专业 有的地方不专业 他发展有些问题了 你知道就说这个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 这个阿诚先生 这个阿诚先生写的一个 给一个画家写一篇序啊 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讲的很好 他说啊 这个艺术啊 有两种东西 很难办 一种东西呢 是你这个原理性的 是原理 比如说你的技术 或者你这个美的这种原理 但是如果单有原理呢 他又没有冲动 但是如果单有冲动 单有激情啊 比如有些艺术家 可能光想个人的宣泄 你最后出去是吧 你把你的尿撒的满墙 都是谁 为什么别人一定要看 所以呢 一个人呢 如果掌握了这个原理 他往往啊 到他这个成熟的程度啊 就说比如说 你是个理论家啊 理论家你就容易 没有激情了 对吧 你但是如果你能够 把这个理论 技术和艺术放在一块 哎 你比如说 我就现在就讲 那天我们那个 强天三言行 在北京录影 他们找来一个导演 还是人家一虎一席谈那边 哎 人那边可能更贵一点 请来的 不是放点便宜的 请来导演 后来我们那个小编导 就跟我说 说哎呀 我们就得要这样的导演 为什么 就因为他嗨 就是他们在棚里面看呢 就觉得这个导演 就像是 这个导演都够细看 机型充满的 就是因为 我认为工作就得这么做 就是说 哎 他说你看 哎 文涛问了这个 于飞红一个问题 看他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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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型过去 看他表情 你说他 他投入 他这个就是 他投入就能带起 那个气氛 他这个机型 哎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过去呢 内地的缺点是什么呢 有和机型很多 专业很少 技术活不行 但是现在慢慢的 如果活也厉害了 嗯 但是呢 相比之下 有时候香港的 这种打工仔心理啊 他容易出现的 缺乏创新呢 就是说他少点激情 就是 根基很好 是吧 因为 比如说这种 我曾经很佩服香港的 打工仔的这种哲学 嗯 他啊 本来是就是在多年 保持一个专业性 但是现在 为什么在与其他地方的竞争当中啊 有时候会显得 你怎么这么教条 因为他最后就变成 这是我的活 规矩 就是最后这个东西的成品啊 跟我没有关系 这样没有什么感情 我很专业的 把我这个活干完 可是在这么一个创新的年代啊 光凭这个都练不过 教条主义是非常严重的 我这几年这个展现在每一个人啊 不管什么年纪 你说的是香港 香港的教条主义 就是这个东西 好像我们为了呃 维持那个规矩而维持的啊 他不会不敢去反省一下 那个规矩能不能改 为什么存在 因为香港现在强调的 他就是循规蹈矩嘛 就是你你以前是怎么做的 做的挺好的 他就这样做下去了 所以这个在创意上面 香港是很吃亏的 现在对 尤其我现在 比如说我在内地拍电视 你看内地拍电视 跟香港拍电视两回事情 拍电影也是两回事情 看一个文宣 只是一个就是在幕后的那些文宣的那些公式 你根本不知不觉的 你身边有好多镜头 其实把你平时说的什么全拍下来了 然后有一个文宣部门不断的在网上去推 这种事情香港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是香港出来的文创东西啊 往往像一个塑胶的玫瑰啊 还是漂亮 没有味道的 没有那个塑料的 是 可是文涛甲卢 这个部分讲到香港电影呢 我经常有不同的看法 我真的不觉得香港电影是没落的 数量可能是 那为什么内地看起来香港电影不行呢 因为内地不管是观众 还是干活的人 进步的太快了 比香港的进步快 或者说不同的方向进步 现在的年轻人 透过互联网 看阿根廷电影 泰国电影 韩国跟南韩 更别说了 都懂了 眼界大了 OK 所以他瞧不起 现在的香港电影很多 可是我们把现在的香港电影 跟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比 我告诉你 技术活方面 好太多了 我觉得技术活 那是两个世界拉的 技术活跟热情的好太多 我们现在就算你说英雄本事好了 我是专家 那一部我看了二十五遍 我是写论文研究他的 在美国 现在前阵子重看 是不能看的 完全的剪接 灯光 好像小孩就玩一样 所以现在我推荐你们去看 能说电影名字吗 可以啊 韩战二 哇 这个真是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纯香港的电影 而且所有的元素都是香港的 是你别的地方的人学不会的 就一出来就是那个味 就是那个港味 那么他在 现在在内地 一下子 他前三天就可以收三亿 这样的票房记录 就是说他得到了 大部分喜欢香港电影的人的认同 实际上香港在进步 但是只不过别人进步的更快 对 将三年型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现在就有时候感觉 比如香港公司里哈 他的专业性 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一出什么事啊 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人 他唯一想的一个就是 这个事情不是我的责任 不是我的部门 这个很奇 就是你知道这样啊 我认为啊 在一个几十年不变的社会里 是没问题的 一个流水线设计好了 每个人都不要出错 最后结果就是好的 可是今天天翻地覆了 你知道吗 社会需要创新呢 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发现 香港人的这种过去的打工仔哲学 就变成这种 哎 这个不关我的事 就变成不关我的事 不能太安分 一出了事就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又看到 你知道要不说大陆这些个综艺节目 你最后做的很火呀 我后来去参加过一些这种 你也不要说 就是他这个内地的人呢 他有时候有一种什么呢 同生同气的 你看这些小女孩 按说是编导 他就可以彻夜不睡 按说他做完了他的事 他就可以走了 但是他不是他激动 你看他把他的人生放在里面 他激动 他要看着 最后他你看一个编导带一个选手 最后他看到他的选手在台上 这个表现的好啊 他也激动了 我就看这些孩子就哭 哎呦 投入 你知道这就是我说的 某种时候 最初我们认为大陆人只有激情 你这样太不专业了 做不好事情 对吧 现在就你跟香港人比比 摄像是摄像 导演是导演 做到事情 但是今天我就发现了 这个激情都得放进去 可是文涛中间有个关键 我们都希望两个都有嘛 刚纯恩说技术 艺术 把关的人 怎么样来调配 你刚说这种情况 我碰很多 我们经常做书评比赛 什么作文比赛 去不同的城市开会 大陆 很好玩 有激情到什么地步 我们在那开会评审 评审 那个小说要不要什么 然后来倒茶水的酒店店餐厅的 waiter是服务员 就这样看到 他可以评语的 余华是不错的 余华是不错的 最好笑是那个主持听他的 OK 或者是说那个主办单位的一个 负责一些接待的草根 前线的员工 不是草根 前线的员工 他看到我们那个主持在讨论投票程序的时候 他给意见 对 其实你们可以这样 这两个先头 没有主持就 对 就这样吧 是不行的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拍戏 有个武打巨星 他很出名 陈嘉班 他们拍戏 拍戏的时候 那个编剧是最苦恼的 因为他在大家 香港的那个时候的编剧 是大家一起说的 你说一句他记一句的 然后呢 茶水阿审进来说一句 好 你鬼猴 也要写下去 你知道吗 然后清洁阿审过来 也要写下去 他就是这样了 完全没有自己 不是 这个嘉辉讲的 我觉得也是很好 也是他反映了 内地的另一个弊端 就有时候他会发展到另一个弊端 就是谁都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以至于呢 那你不是弊端啊 不是 对 他发展过度了 都可能变成弊端 就变成就是 呃 哎 香港人 我就老说 过去有句话 就 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无能为力 因为我在北京 香港两地工作 这种感受 我就会有 就是有时候 北京那边的这个工作的人 都很有激情 啊 都说话说说 我们要怎么样 恨不得要到宇宙了 但是最后眼跟前 连把 连杯茶 你都忘了泡啊 你知道吗 他也会 也会这样呢 就是 激情 那是